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口岸管委会主要为吉隆口岸的正常运行提供后勤保障 2015年4月25日地震发生时 温暑风正在进行例行检查 就在检查卫生的时候刚刚好走到这个位置 就在这 对就在这 然后就发生地震了 我意识到是地震了 我就往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跑 当时到了这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手机掏出来 然后就这样拍了一下 2015年4月25日 北京时间14时11分 尼泊尔境内发生李氏8.1级强烈地震 镇中距中国西藏自治区吉隆县边境43公里 距涅拉木县边境42公里 西藏自治区19个县受到严重波及 房屋倒塌 甲园被毁 道路阻隔 通信中断 日卡泽市的涅拉木 吉隆 定日 定节四县 成为地震重灾区 往日的繁荣在无情的自然灾害面前瞬间化为乌游 灾区的人们沉浸在家园被毁 失去亲人的悲痛中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公安干警 武警官兵 驻村工作队等 立即投入到抗震救灾中 各种救援物资抵达灾区 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日卡泽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日卡泽市启动全面灾后重建 中央政府下波113.12亿元装款用于灾后恢复重建 西藏自治区政府提出重建目标 两年基本完成 三年整体跨越 五年同步小康 灾后重建 今年8月35号就全部结束 我们的目标也是通过重建家园以后 我们更多的主要考虑在老百姓增速上 因为今年我们也是脱贫摘末之年 我们要整个吉隆县市 要899号3106人脱贫摘末 要脱贫摘末 没有产业的支撑 光靠一系列的汇民资金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们在通过重建家园把这些产业做到做强 把这些为了老百姓的增速 我们要进行考虑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 如何增加灾区居民的收入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而帕朱所说的产业支撑对于吉隆来说就是编茂产业 为此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当地居民发展编茂的政策 许多居民在灾后通过参与编茂活动增加了收入 吉隆镇躲步村的巴桑就组建了一个装卸队参加编茂活动 这是装这一辆车的话就需要五人 那他们的收入 这一辆车的话怎么算呢 他拥抱起来了 如果中央拥抱起来了 我们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然后他就给比赛来打给你去 您这个队伍是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干活儿的 他那你从前来到我居里边 一直在队内做出来的 那也就是在地震之后开始做这个工作的 对对对 那在地震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那您觉得是开商店赚钱还是做这个装卸队赚钱 那您觉得是开商店赚钱还是做这个装卸队赚钱 那也就是说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对对对对 您方不方便带着我们去您家里去看看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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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 可以是 好好好 那咱们现在就过去方便了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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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咱们走吧 搭桑组织的装卸队共有125人 成员都是本地几个村的村民 以前本地的村民大多外出打工增加收入 而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减少了 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到对外编帽的活动中 巴桑的家在美丽的雪山脚下 是425镇后统一规划统一重建的新房 巴桑这边房子都一样的 哪个是你家呀 刚刚我们前几个这个 这个 都一样了 对对都一样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 都是那个统规统建的这个村 这个村的话 现在的话叫多部村 也是一个极部的一个自然 一个小村庄 它以前的他们村庄落在那个 在上海的一个山头 山底下边 425地震之后 把房屋基本上都倒塌了 因为我们说是统规统建 就是统一规划 统一搬迁 统一一个收工队 有实力的一个收工队 进行修建的 现在已经有这边有7栋 7栋盘子 整个村子都摩到下面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虽然地方变了 但是邻居还都没有变 对对对对 像这种统规统建的话 从我们吉隆镇的而言的话 就是有11个行政村 8个自然村里面 将近有7个村 已经实行的是统规统建 好 大师 我们去您家看看 好 请进行 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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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们的客厅 你看 都已经装修了 都有一个城市的装修风格 他们的家具都是新买的 你看看 这些都是装剪壶 装酒的那些壶 嗯 请坐嘛 请坐嘛 先坐 好 对对对 请坐 巴桑家是一个大家庭 一家人都住在这幢重建的房子里 425地震后 国家拨装款 为当地居民重建家园 许多村民住上了生活极为方便的新房 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干净卫生的居住环境 比起地震之前的居住条件 有了很大的改善 好 谢谢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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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啊 嗯 嗯 好 谢谢 所以一般这种 醋油茶都是用这种暖瓶做的 嗯 所以如果你要是在藏族的家庭里面 看到一个红色的暖瓶 或者是绿色的暖瓶的话 那里面装的可能不是白开水 而是很香的这个酥油茶 嗯 你们家这个房子有多大呀 天皇宿 在康福地家庭里面有什么 平八お店家庭里面有什么 平八十平米 一百八十平米 哦 那一百八十平米十二口人 那这个房间是不是也要住人 是啊 天皇宿在康福地面有什么 嗯 在南省部可顶的迷你住 那是12口人里面最小的吗 嗯 这些人都听得很清晰的 对了 比它更清晰的一步 这是他孩子 最小的孩子的孩子 是孙女 外孙女 就是外孙女 那平时如果这个屋要是住人的话 怎么住呢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 这个看起来都有点窄嘛 如果把这个背靠取下来的话 可以使人了 这个是能拿下来的 对对对 可以拿下来 你看看 都可以拿下来 睡觉的时候拿下来 对对对 就这样可以拿下来 羊毛做的 羊毛 全是羊毛做的 很厚实 那被子放在哪里呢 被子啊 被子基本上在这儿 如果不够的话 就在储存室里面可以进行 我们能看看你家的被子吗 好 来 去看看被子 来 去看看被子 这么多床被子 对对对 这么多被子 这有多少床 您知道吗 这带着有多少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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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被子 对 十二床人呢 大家庭 这些被子是以前家里的 还是搬家后新买的 那你到我去 你去见给你们的 三床家庭的 在忙着我去 走到你 睡完了 说你 出来起来 第15个女生就给你了 那地震把被子都埋了 你们晚上干什么呢 我去 在我去 你去见给你们的 三床家庭的 你去见了 再住再住了 结合给你们 往西去 四二五地震发生时 许多灾区的群众被困在山中 地震造成陡峭的峡谷中 形成许多裂缝 加之雨雪的侵蚀 山体滑坡 泥石流不断 道路抢通难度不断加大 许多灾区成为震候孤岛 在紧要关头 抗震指挥部派出多支救援队 徒步进入孤岛 揹去各种紧缺物资 解救被困群众 如今灾后重建 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许多基础设施 都在加紧施工中 离开朵部村 我们前往另一个受灾比较严重的乃村 一路上都是还没有完工的土质路面 上山不久 正好遇上正在施工的挖掘机 车队只好停下来等待 吉隆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基本完工 与边貌有关的商场 市场建设 正在加大力度进行 地震前 2014年 吉隆镇的旅游收入达920万元 地震后 国家加大对吉隆镇基础设施的投入 从而带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增加 2015年至2016年 吉隆镇的旅游收入达6000多万元 比地震前增长了7倍 乃村景区是吉隆镇旅游的热点之一 是一处自然天成的观景平台 地震之后 乃村的旅游现状到底怎么样了呢 吉隆镇人大主席次仁 带我们来到乃村 探访一位在当地很有名气的村民 现在我们所住的位置叫乃村 也是一个山地上的一个小村庄 我们是在山顶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周围的这些雪山 比我们要高很多 对对对 你看多有雪山也看到 上面森雅都能看得很一进而出 这个村庄有多少户人家呀 这个的话就是17户 一百三十人左右 前面就是这些人家了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重建家园 以前的话在这边有四二五地震之后 就是整个村庄就是飞墟 这个是新房子 一眼就看得出 那旁边那个现在还住吗 那么现在的话没人住 这些的话只是给旧的一个废墟 只是一个纪念性留了一下 这些的话已经全部都是打草完的 废墟是吧 现在是废墟 你看这些的话就是以前我们老百姓 都住在这个地方 这种的房子 它的虽然是一个石墟结构 但谁都能知道中间全部都是土 土的 哦 都是土 一点抗震作用都没有 就是 根本就不老过 嗯 所以我们的那个地震之后的 所有那个旁温基本是已经倒了 倒塌了 你看现在我这边的房移完全是可以说是全部建完的 那边是政治建设都是那个钢筋属性结构的 是的 抗震能力是比较好的 嗯 更结实哈 嗯 我们去那边看看 哦 老式的藏族民居多以土木结构为主 抗震能力有限 425地震之后 国家投入7亿6千多万元资金 采用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统规统建方式进行灾后重建 装卸队长巴桑所在的朵布村就属于统规统建的村 而乃村根据自身的特点采用统一规划村民自建的统规自建形式 这一部分重建房屋国家共投入资金7千多万元 15年呀5月份就开始做了一些规划 主要是我们统规统建统规自建 因为我们这个抗震党籍的要求比较高 比如说吉隆镇和那些所在地的话 我们当中防务设计是抗震党籍 要求是达到8级 抗8级地震 我们的抗震党好漂亮 你好 好漂亮 这家里面是这样的 对 刚刚装修 现在还没装完呢 这边还有一个牌子 顺便写的家庭 对对对 您这旅馆什么时候开的呀 您这旅馆什么时候开的呀 这旅馆的旅馆 整个旅馆的旅馆 一种旅馆的旅馆 一种旅馆的旅馆 2007年就是开的 也就是说07年的时候 他就再做家庭旅馆了 但是因为地震之后 房子震了坏了不能住了 这是新建的 还是做家庭旅馆 地震之前吉隆镇524户居民的 所有房屋结构都是土木结构 在地震中遭到了很大破坏 现在灾后重建的房屋 达到了40%的砖混结构 以及60%的框架结构 房屋的质量和使用等方面 得到了明显改善 我刚看那边有楼梯 咱们能去看看吗 行行行 看看您的金星旅馆 这个还挺亮堂的 可以放三张床 嗯 嗯 嗯 三人间 嗯 就准备弄个三人间 嗯 嗯 这里一共有几间房呀 嗯 你能看不看这个房子 嗯 就能看这个房子 就能上下 都加起了九 九个呢 九间 对对对对 楼上现在还涂着水泥呢 上不去 嗯 嗯 你上了这次装修 现在就不能上去了 现在 尼玛望堆的家庭旅馆 在乃村小有名气 每年都会接待很多游客 目前它的家庭旅馆 还在重建当中 客房多了 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尼玛望堆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旅馆客房的旁边 是尼玛望堆家的客厅和卧室 热情好客的主人 邀请我们到他家的客厅参观 这个客厅跟下面那个客厅 意思是不一样 下面是专门是接个那个游客的 这上层的那个客厅是他们自家的客厅 哦 真是把我们当家里人了 谢谢 装修都是那个藏式装修 对 那是风格 藏式的风格 我看这个是什么 这样的肘面墙 这个的话就是 咱们这边集中够的一个 特色的一个民族 的矮柜 这个的话就是 主要就是你看 下面就是碗柜嘛 下面装的就是碗柜 你看 多漂亮的碗 您刚刚跟我说 这是这个地方独有的家具 对对对 那这个我刚刚就在想 如果说这个家具这么大的话 那对房子的空间 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对对对 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这次重建的当中 专门去想到这个老百姓的这个 这个特有的那种 独特具有的那个 家具 金字封的家具的那个风格 我们专门把那个客厅也弄大了 因为为了便于摆这些家具 就是把这个整个房子就弄大了 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面积 它这个层高也要再高一点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们的这个 镇厚房屋的设计也是考虑到他们的这个家具需求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中都是已经考虑到的这些方面 根据实际情况 考虑到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地域差别进行建设 是吉隆县灾后重建的突出特点 吉隆县受灾区域包括林区、牧区和农区 为了适应多余的气候特点 林区的房屋建成了间屋顶 而农区的房子则建成了平顶的藏式传统民居 因此因地制宜进行灾后重建 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民居建设 国家对吉隆镇的道路建设也投入巨大 共投入资金2.8亿元 由于喜马拉雅山南路特殊的地质结构 特别是地震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山体结构 给道路施工带来极大的挑战 就拿我们通行的这条公路来说 来时还畅通无阻 但返回时却遇上了他方 我们刚刚是从这条路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想远路返回的时候 我们看到前面这条路已经堵住了 然后现在有工作员正在施工 我们去问问是什么情况 现在天有点下雨 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 这两边的路已经断开了 所以为了保证交通能够正常通行 你看到这边是有桥的 我们走着桥过去吧 因为下了雨所以这个铁铛 钢筋搭的这个桥有点滑 慢一点 现在看这个路面感觉像刚刚地震过一样 你好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中铁二十局一公司工程队 是从江苏州市赶来参与灾后重建的队伍之一 李东牛是抢修这条216国道的工程队的副总工程师 这个山底滑坡跟下雨有关系吗 本来咱们这个山企业是因为这个激震以后 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堆积铁 再加咱们今天这个下雨 它这个山河发生了这个小型的关态 以前这条道路由于地处峡谷之中 路面狭窄险情时有发生 而现在随着中铁二十局一公司 425重建项目工程队的进入 新的施工方式带到了灾后重建的道路施工现场 尽管道路两边的山体因为地震出现松动 塔坊时有发生 但是425重建项目工程队 还是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抢修这条边茂通道 在险情多发地段 每天派专人观察两边的山体 保障行车安全和道路畅通 这条路很重要 每天都有这个贸易车辆 尼泊尔车辆包括一些做生意的 还有这个游客 并经之路包括对口岸的这个空情保障 那大家现在看到这条路它不太宽 但是呢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从吉隆县通往到吉隆口岸的唯一的一条通道 中国与尼泊尔的边茂货物大多在吉隆县的吉隆镇进行交易 这里自古就是一个通商重镇 1961年设立海关 1978年吉隆镇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一级陆路通商口岸 2017年4月国务院批准吉隆口岸扩大开放为国际性口岸 吉隆县的口岸经济进入跨越式发展的阶段 425地震以后我们这里贸易量是非常加大了 光去年就我们边茂总额就达到了33亿人民币 往年的话我们边茂总额都在3到5亿这个左右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机遇 今年我们边茂边境贸易投资总额目标是达到50亿 更多的我们老百姓参与到边茂经济上来 成为一个我们吉隆的老百姓成为一个吃边茂发 发边茂财的这么一个居住 依托边茂优势 发展旅游成为吉隆县发展的选项之一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受灾群众的收入逐年增加 生活得到改善 425地震的发生没有压垮灾区的人们 通过灾后重建 吉隆县正在焕发出 勃勃升级